小迷小迷,你看我脖子的项链好不好看 我去,兔妹妹,你怎么变成恐龙了 脖子比长领鹿还要长,简直抽死了 且,你不也变成恐龙了 而且还是一个最垃圾的翼龙 嘴巴像啄木鸟一样 哼,我这么英俊潇洒,怎么可能变成翼龙 妈呀,还真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是恐龙进化跑酷 我现在是碗龙 就你这体型,我一脚动的才扁你 好大的口气,看我和你拼了 今天我就整个制你 自不量力 好吧,我怎么直接被秒了 垃圾永远是垃圾 就你这个身份,根本不配成为我们恐龙一族 哼,不就是恐龙进化跑酷吗 等我进化成最厉害的霸王龙 看我怎么让你高攀不起的 首先是风生翼龙 它是一种能够飞行的爬行动物 嘿嘿,上面的跑酷也太简单了吧 就算萌新也能轻松过关 箱子里面的武器给我拿来把你 第二个是红色腹脂龙 它是草食性恐龙 常年生活在绿树林中 拥有敏锐的听觉和嗅觉 哇塞,你们看 它的头关也太帅了吧 第三个是紫色蜆猛龙 这个厉害了 它是肉食性恐龙 以猎食小群恐龙 恐龙弹为生 动作非常的敏捷 被自然界称为快速的强盗 箱子里面给了汤普森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下一个就是武装迅猛龙了 紫色迅猛龙的升级版 据说在迷你可以发射炮弹 绳梯的关卡 我们只需要按着潜行 慢慢爬上去就可以 哇塞 你们看 它的身体上有好多发射器 这也太酷炫了吧 再接着是灰色双罐龙 油脚双脊龙 它也是肉食性恐龙 拥有很多细小 而尖利的牙齿 这边传统方块的关卡 话说那还不是油脚就行 第六个是绿色剑龙 它是草食性恐龙 据说它还有吞食喂食的习惯 剑龙的尾巴 有四根非常锋利的尖刺 可以防御敌人进攻 下一个是常见三角龙 长得像犀牛一样 外形笨重 但它的脚非常锋利 可以下退六十指 二端跳的跑酷 只要找好起跳点 那还不是分明钟就能上去 第八个是泰坦碗龙 它是草食性恐龙 外形长得和场景鹿类似 它每天能吃一顿多重的食物 话说它这胃口也太大了吧 爬梯的关卡看我按着潜行继续冲啊 再接着是残暴霸王龙 这个厉害了 它可是恐龙之王 也是食物链最顶端的恐龙 攻击力和爆发力都非常的残暴 上面的云团关卡 看我利用飘移的身姿 完美避开就能轻松过去 最后一个就是机械霸王龙了 顾名思义是具有刻意感满满的霸王龙 板断跳的关卡也不怕 只要利用左脚踩右脚上天都不成问题 偶艳轻松变身机械霸王龙 而且箱子里面还给了一把黑曜星辰 方天战机和免疫伤害的龙神神环 有了这些武器 这下看兔妹妹还怎么嚣张 臭兔子 我小米又卷土冲来了 不是吧 臭小米 你怎么变成霸王龙了 那还不是拜你所赐 哼 我才不怕你呢 且 跟我比你有那个实力吗 让你刚刚狗胀人事 看我现在怎么以牙还牙教训你的 可恶 我怎么还狗带了 今天我和你拼了 没用的 我可是穿了免疫伤害的装备 就你这攻击力还不够跟我挠痒痒呢呢 再接着给我凉凉吧